塵蠻主要是在潮濕、氣溫較高的地方生存 而台灣的氣候非常符合塵蠻居住的條件 過敏的人約有八成的過敏原是塵蠻 那到底要用什麼方式才能有效的解決塵蠻困擾呢? 那個紫光棒 紫外線的那個棒 就是把被子拿去曬太陽 或者是洗被單這樣 都出濕了 把...比如說像棉被上面有塵蠻 就會把它丟到洗衣機裡面 然後再拿去曬乾 我平常的話 如果是假如是出大太陽的時候 我會把一些枕頭跟棉被 然後放在這個陽台上面 然後可以就是殺死這個塵蠻 王醫師表示 塵蠻常堆積在平時經常接觸到的衣物、床墊、棉被、枕頭等等生活用品上 想要對付塵蠻 除了用處濕機控制濕度 能減少塵蠻的滋身 使用針對塵蠻的清潔用品或是請具 更能夠有效的清潔塵蠻 根據統計大概是有八成 大概都是塵蠻所造成的 最有效的解決問題就是 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環境的乾淨性 清潔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要根據塵蠻它耗發的 是因為潮濕、高熱 所以我們需要能夠室溫 家裡面的溫 它控制在差不多24度左右 室溫在60%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適 另外就是有一些加溫的吸塵器 免費或者是枕頭、請具 給它用防止塵蠻的覆蓋方式 都有辦法去減少塵蠻帶來的塵蠻 記者林宇璇、鍾宇佳報導